- 妈妈妈妈妈妈她是长的 大家好 我是包文静 我的是这个 这个是饺子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 它是我们讲的像貂蝉 真的 没有人来看照片 谢谢你 好可爱 像我吗 像不像 可能看了化妆的照片了 我们俩带你12年了 真的 我从18岁到现在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就是完全 但我觉得她很拼 这点我其实蛮欣赏她 对 她特别 特别努力 因为以前我在光线待过一阵子 我知道 对 那个 幻幻姐 对 幻幻 幻幻就跟我那时候提过她 整个公司上上下下的人提到她 就情不自禁的想要她好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认识她 我想她一定是人品特别好 所以才会 你跟谁提 谁都提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完全不是我想要这个样子 觉得特别好 因为她每个给我拿来的东西我都特别喜欢 很用心 很细心 很善良 因为她以前的事业很好 然后现在照顾家庭又很好 然后她又没有阿姨帮她带 然后自己那种 超人 她带着超人妈妈 我觉得她好漂亮 她有点像是那个英国卖的那种 中国世纪穿着古董衣服的那种洋娃娃 就长得好像洋娃娃 饺子 饺子 你的叔叔好 她饺子好可爱 而且讲话超好玩的 真的 天生小明星 我跟你说可好玩的 嗯 好可爱她那个 饺子好可爱 我生了一个那么可爱的 我们家时候我追的我老公 真的 怎么那么可爱 因为我就是那种那种比较疯的女孩小时候 你觉得她可爱是不是 我觉得她长得帅 是真的 她是挺好看 大家都说她不好看 但我每次说帅的时候 她有她的好看 我每次说帅的时候 她有她的好看 我真没装 那你说我涂她啥 她那时候也没钱 那我涂她啥 我没有那个涂 我们那个时候 她有她的帅 你想我那时候在18岁 我那姐姐们什么那种 有钱男朋友多去 都是那种标准化系统的好不好 我说你希望她跟什么样的男人在一起 你就得是那个男人 我说的好有道理这句话 我说因为她的标准就是你 她世界里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你 没错 你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初的雄性标准 就是我觉得贝尔也会是那种 那样的爸爸 就是将来你如果想 饺子嫁给包贝尔可不可以 你会觉得可以 可以 可以 对不对 对 老公给你介绍一下 哈啰 哈啰 菁姐 菁姐 我们见过 对我们见过 刚刚还聊到你呢 脚都非要把镜头撞过来 你让爸爸 你好你好 她好可爱哦 鲍贝尔 你女儿真是个宝 这样这样这样 可能看到米丽 长得太可爱了 你女儿一来这就被我又整成一个范儿 全蕾丝粉红 你放心吧 交给我们 等你后面有空来玩 一起来台湾玩 一定会 谢谢你照顾了 不会 嗯 到北京我再去找你们 我说了双倍吃回来 对对对对 嗯 嗯 好吧 那跟爸爸说辛苦你了 小子说 那边的要内大铺吗 要 要一样的 要吃 全部算在我那边一起 谢谢 不行不行 没关系 不要不要不要 你别管了哎呦 嗯 真够逗的你 嗯 谢谢菁姐 啊 也客气 说了 去北京那个 来北京必须来北京 对 所以说你要不来北京 我都不关心